藉由民众的参与,才能够推动终身学习的理念 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因为课业的压力与家庭责任的使命 无法学习自己喜欢的事物 而社区大学提供多元的学习课程让民众可以弥补人生的遗憾 陈老师的这个素描班 它是我们平北社区大学一个很优良的一个班级 那它后面有一些意义啦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在生长过程里面可能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去学他喜欢的事 或是说同事一些跟美术等等有关的一些事情 那慢慢的稳定以后可能会过头来就会想 年轻时候的一些兴趣或一些想法可能是不是有机会去实现 那他们就来参加我们这种社区大学这样一个性质的一个班队 那这个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意义啦 因为社区大学它是所谓属于社区的大学 这个社区的意义可以小也可以大到整个社会 那这里面就是要民众参与 全民美誉 公民教育 终身学习的角度都在里面 那陈老师他以这边为基地因为我们在潮州有一个分班 那陈老师在这边很费心 把地方上一些人都连结在一起 那在社会上推动一个非常和谐非常有益的 这样一种学习的活动 那在这里大家等一下会看到很多的 包括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很多的校长啦各方面 就是说他这个点连结了学校连结了社区的一些 可能就是一些不一定是民意代表或怎么样 就是很多各种不同层面的人 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很多的这里的民众 百姓都参与这个活动 社区大学的意义就是民众参与 全民美誉 公民教育与终身学习 打造一个让民众可以继续学习 并与社会不同工作的人士互相交流的地方 十方新闻 黄辉如过一文 屏东采访报导